- 各位來來來來來來我們看一下 第87波每一條電子報民調 來各位看一下這個 賴清德長城 衝過去 震盪震盪震盪這條是40%啦 震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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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高峰 來各位 哭倒了他的民調長城啊 萬里為見哭不倒 我覺得民調長城被哭倒啦 賴清德從40點多 40.5直接貫串 崩了 眼淚崩了民調也崩了 來到什麼 來到什麼 35.1 哇哦繼續哭 為什麼要給各位看 繼續哭 繼續鬧 繼續不猜 我保證你民調跟你的眼淚一樣一直掉下來 但是你沒有掉眼淚你的民調倒是掉的蠻勤的 來你仔細看看你跟其他兩個兩組人都對照組 為什麼賴清德在崩的時候 你仔細看 你仔細看 好語沒動啊 勾問者也沒動啊 那這些人跑去哪裡了 魏表泰 各位你聽得懂嗎 當賴清德民調曾經一路竄到最高點 但現在一直哭之後 另外兩家並沒有產生流動也沒有增加 所以這代表一件事情 是賴清德可能有些原本支持科匹的 原本轉去投賴清德的 但是因為賴清德這一陣子不斷的哭 還有包括我們講的108克剛 去羞辱中華文化去反對去去中化 在這個情形跟狀況下 因為種種的烏煙瘴氣 實在看不懂他到底在打什麼選戰 所以導致這些人不願意表態 你仔細看看他跟侯宇現在差多少 這叫2.6個百分點 2.6個百分點 是近期以來相當近的一次 上一次更近的是在前面 2.6個百分點 而且這是在藍白破局之後最靠近的一次 而這個2.6個百分點你知道代表什麼意義嗎 代表在這誤差範圍之內 我先前跟大家聊過賴清德跟 侯友宜最短最短最少最少 估票差距13萬票 那個還是在前次 那你看看如今這個2.6個百分點 你覺得兩個人差距是什麼 我敢在這邊講啦 賴清德在繼續哭 柯文哲在繼續鬧 然後就會發生一個狀況 叫做黃金交叉嘛 極有可能產生黃金交叉嘛 來我們來看到細部選票分析 所以各位這一齣故事就是賴清德哭倒萬里長 那你說柯文哲 欸不對雨萱你沒有講啊 柯文哲為什麼沒有增加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柯文哲也在哭 好我們待會再給你看 柯文哲也哽咽了 柯文哲才剛笑完賴清德愛哭 就自己又哽咽了 但兩個人哭是不同的 我就講這個是2024年總統大選最荒謬的一局 三組候選人裡面有兩組候選人 動不動就要哭 但柯文哲哭第一次是為什麼 只要你們不放棄阿北也不放棄 哭一次 好啦好啦好啦哭哭哭哭 後來第二次是什麼 因為國昌背著哭娃娃 黃國昌把他背在肩膀上 所以柯文哲也哭了 其實我不懂為什麼要哭 如果你們想看我待會再給你們看啊 就是黃國昌背著哭娃娃 導致柯文哲也哭了 所以現在民調成這樣 我們看到西部分析 來各位 這是縣市首長的喔 你看到賴清德在新北市還是處於領先 但是基本上柯文哲的幅度越來越低 但你不要以為說他新北市輸啦 因為很多人跟我講說啊這個新北市輸 輸入賴清德很奇怪 不是啦因為有柯文哲在分票嘛 所以其實應該是50比34.5嘛 你仔細看一看就知道了嘛 加起來應該是多少50.4嘛 哎50.3啦 藍白加起來50.3啦 但現在的走勢 我之前也跟各位介紹過了 當綠白之間逐漸在回流的時候 所有的國民黨票員會慢慢的回容 回容到一個飽和地步的時候 就不會呈現這個數字了 但是因為過去侯友宜能夠拿下新北市 他佔了大量的中間選民跟淺綠選民 但這些中間選民跟淺綠選民 如今卡在柯文哲跟賴清德身上 在總統大選意識形態畢連分明狀況下 很難再回來 但反觀台北市 欸還行啊 就是說台北市也好 新北市也好 侯友宜至少有把基本盤撐出 但你看到桃竹廟開始增加了 而最可怕的是第三項 中張頭各位 來我找上一次給你看 來上一次中張頭 你看喔上次中張頭 有賴清德355-322 對不對 我們把它記起來 355-322 陶竹廟26-326-373-355-322 來我們看一下這一次 來你看 336 賴清德掉下來了 來你看包括陶竹廟後尤儀上升了 所以顯然過去我們講 中台灣包括盧秀燕 正在持續發酵當中 而現在最為緊繃的是 在雲嘉南跟高屏東 因為雲嘉南跟高屏東 過去侯友宜輸的非常慘 但是你看侯友宜現在 在高屏地區來到三層一山 那最近誰去高雄 蔣萬安嘛 那雲嘉南缺的是張榮衛嘛 對不對台南嘛 然後還有嘉義嘛 最主要是這個雲林張家的部分嘛 所以隨著慢慢回容 我敢預測的是 第一個中張頭很有可能會出現反轉 而當中張頭出現反轉 包括台北跟新北 也拿回本來應有的基本盤的時候 高屏地區只要維持不變 就極有可能翻盤 因為你仔細看喔 在高屏這兩個極為勝利的選區 賴清德即便在侯友宜被分票狀況之下 竟然差距只有10個百分點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啊 來我們繼續看下去 來各位 來20到29歲 結果出現一個 來 你看喔賴清德23.7對不對 柯文哲31.6 你看一下上一次 來 上一次賴清德20到29歲 是31.2 柯文哲27.2 是賴清德第一名喔 然後30到39歲 柯文哲第一名喔 40到49歲 賴清德破4成喔 這是上一次的民調 你看一下這一次的民調 來 來 20到29歲變成誰第一名 變柯文哲第一名 30到39歲變誰第一名 又是柯文哲第一名 40到49歲 跌破4成 所以這代表一件事情啊 如果侯友宜的民調沒動 升在網上 當賴清德民調下降崩盤 而崩盤的最主要原因就是 這次代20 29 30 39 40 49嘛 這個他原本最堅強的地方 竟然通通被柯文哲挖走 柯文哲原本已經崩盤了 結果20到29 30到39再度回到三層 所以代表賴清德哭造成什麼結果 把自己的民調哭倒了 而且哭到哭批升上去了 這是現在出現現象嘛 那你反觀50歲以上的 你看侯友宜 4成4成3成5 好賴清德就70歲以上最高 而柯文哲你看 基本上50歲以上完全沒有票 好所以各位 當現在這個狀況如果持續延燒 因為賴清德許多的選票 我們講了跑到這個 未明確回答這一塊 好跑到未明確回答這一塊 好但是如果說他在持續下探 請問一下最有可能把選票撿走了是誰 反而是柯文哲 反而是柯文哲 好所以如果柯文哲 現在對著賴清德加緊猛攻 會不會把他目前流失的選票壓下來 而賴清德現在也沒有一個問題 當你跟侯友宜之間距離縮短的時候 極有可能侯友宜會再度爬升 那你會不會持續下探 對這個網友講得好 說哭來哭去是要搶選票嗎 沒有錯 就兩個愛哭的現在選票互相流動 跟眼淚會流一樣 他們選票正在互相流動 所以還記不記得我昨天跟你們講的 我說當藍白破局 藍白已經兼必親野之後 接下來柯文哲轉變策略 把自己重新染色 會開始產生綠白流動 所以各位接下來才是關鍵喔 因為如果這個趨勢成型了 即便耐心的下一次反彈 他也有可能再持續下彈喔 那屆時就有可能產生黃金交叉喔 好不好 來我們讓你看到柯文哲 董哥不好意思找一下 董哥不好意思找一下 各位就是這個 有沒有看到 扛柯P氣球 就是這個氣球 那這個氣球呢 柯文哲說看到很感人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7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液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可以上樓 不可以看啊 不可以看你 好 好 不可以看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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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